不少人趁假期来书展逛逛 我今年想买那些例如迷宫的书 因为我记得学校有很多人都很想看那些书 也有家长和小朋友来买书 买中英文小说预算多少预算千多二千元 7月的展期过了一半 究竟参展商成绩是怎样 有书商说销程比去年好 今年头一两天比去年人流多一点 大概多了5-10%左右 生意都有少少增幅 大概5%左右 亦有参展商说 书展首日成绩好过去年 其实今年的销售比去年 就是高了一点的 我们都很意外 可能今年的入场人数是比较多些 头一日的生涯其实都是显著上升的 至于未来几天 他们有什么策略 有参展商说 因应情况 或者会推出速销优惠 周六的书展会继续健常服务时间 其中一号展馆会开到午夜12点 M的Anise记者去卓庭报导 没关系 Punjabi ook 超级 感谢观看